受到新冠状病毒影响 能用来形容旅游业惨况的词汇 几乎都已经用尽了 旅游体验电商KELUK 不可避免地也大受打击 KELUK共同创办人际执行长林兆威就透露 全球二到三月的营收受到极大的影响 衰退了约50% 不过KELUK却有个其他旅游新创 难以望其向背的优势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 是刊登在2020年6月22号 有成军义所撰写 并刊登在数位时代公用的文章 2019年4月KELUK宣布完成第一家轮 高达约新台币67.5亿元 历年总募资金到达约台币156亿元 我们很感谢投资人的支持 让KELUK在未来2到3年的营运都有很大的保障 去年募到2.25亿美元 还没有用到 也因此KELUK把病毒造成的空窗期当作优化产品的好时机 特别是在疫情控制得当的台湾 更是出现了许多新尝试 第一阶段当然是对消费者说明相关的退费政策 并进行内部的管控 暂停非必要的开支 几位创办人到年底前都暂停支薪 管理层也资源性减薪20-50% 林兆维说 而他也坦承在这段期间内 仍进行了必要的人事调整 受到影响的员工 包含因封城出不了门 直接放有薪假 弹性休假 以及之前的人员等 约占全体员工的10% 第二阶段则是针对各大城市不同程度的疫情影响 推行不同的政策 封城的城市就推广虚拟体验 线上导览 疫情趋缓的城市则走手作体验 烹饪客 户外旅行等 而在台湾4月7日 K-Luke洗手170家餐厅 包含寒色食谱 满堂红 享食天堂 等尝试推出外带餐盒 以享食天堂为例 参合一个礼拜可以卖出40-50万的营业额 此外 K-Luke更陆续与台南屏东签订备忘录 结合工部门的资源与力量推动国旅 还有更多地方政府陆续洽谈中 K-Luke 台湾市场行销总监林耀明说 全球边境封锁的情况下 只能积极发展国内旅游 跟政府合作 能替K-Luke连结在地的优质旅游产品供应商 让国旅的产品更加多元精致 对全球来说 国内旅游都是旅游业者的救命稻草 台湾也是一样 尽管台湾有相当多的优质的旅游产品 却仍未上线到电商平台 透过政府的联系与介绍 能让K-Luke快速知道谁是好产品 在地旅游业者也因为政府介入的关系 会更加放心 根据K-Luke的数据显示 台湾国内市场在5月起 不论门票景点和交通 每10个类型的商品预定数量 都开始呈现正成长 户外活动的预定总数 不只恢复到去年同期的水准 更逆势成长 较去年增加50%以上 K-Luke也针对台湾国旅产品 进行部分优化 如增加12个国家森林游乐园的电子票券 减少实体接触的机会 以及确保商家遵守政府的防疫规定 并深入挖掘更独特的旅游体验 拉长旅客的停留时间 台湾防疫成果全球有目共睹 是K-Luke全球最早开始推广国旅 并有所掌握的市场之一 林兆维说 而他也把台湾国旅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协助商家 在地旅游业者数位转型 并投入行销资源 协助商家包装商品 第二阶段是打造更深度的国旅新玩法 第三阶段则是在这段时间内 收集国内旅客的回馈 借此优化旅游体验和服务 等到边境重新开放 就能更好地贩售给国外旅客 台湾市场准备在暑假前启动第二阶段 和在地商家共同迎来旅游旺季的高峰 相比全世界还有许多地区 疫情尚未消停 台湾在推广国旅的进程上相当领先 林兆维说 这真的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状态 边界的关闭 旅游的限制 对于各行各业的冲击都很直接 林兆维说 而他也提到对于旅游业未来将产生一系列的新常态 第一城市内的休闲娱乐与国内旅游将首先复苏 第二年轻的旅客将是最先恢复旅游的一群人 林兆维说 也因此他认为旅游业者应该先紧抓着国旅 以及邻近国家间小幅度开放的旅游小泡泡 并针对年轻族群制定相关的策略 旅游泡泡 Travel Bubble 指的是国家间互相开放边境 如欧洲的波罗的海三小国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已经互相开放边境 第三则是公共卫生意识的提升 旅客将常态性地注重公共卫生 所有景点、旅游业者、交通业者 未来都需要保持高水疹的卫生保护措施 第四 自由行、小团体 减少接触个人空间相对较多的旅行 将更加热门 包含租车、包车等产业链 也值得关注 最后则是旅客 会更倾向户外活动 传统上很小众、人烟寒致的地方都会有人开始去 户外活动的关注度变得非常高 林赵薇说 也因应旅游新常态 对瞄准自由行、自行规划旅程的K-LOOK算是利多 先从全球各地的国内户外类型的旅游 开始抓住在地旅客 以台湾来说 更透过与当地政府的合作、挖掘更深度的旅游内容 并维持观察国境开放的状况 K-LOOK也在全球推出了K-LOOK Partners Hub支援中心 协助商家了解第一线的产业动态与消息 此外,林赵薇也再次强调 台湾的超前部署与成功的防疫策略 台湾市场相对全球走得很前面 成功的操作经验和模式 也将复制到其他海外市场 协助其他市场快速在疫情趋缓后重建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啦 疫情的缘故 旅游业真的是影响非常严重 但这反而成了不同领域之间合作的机会 看见面临挑战的业者 也能够这样突破重围 真的是一件很激励人的事情 所以面对任何事情 凡事相信凡事皆有可能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宜臻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